首先這遊戲有分四個小隊 然後分別是黑羊、紅狼、夜宵和孽蘇小隊 前面這三個小隊都是從1等開始的 唯有孽蘇小隊是從67等開始的 不過玩家就選自己想要的角色去玩就好了 玩家選好自己的角色後 你需要點你的角色 然後按右下角這個經濟通路 然後你解完這邊過後你才能進入遊戲 然後你解完過後你就能再按回這個角色 先這個前往區域就好 那剛開始玩家就先跟著主線走就好 你們就一直打到 他有一個直線任務會叫你去這個平原之門 然後你能來到這個平原之門之後呢 就去找這個阿拉雷啦 然後他會給你一個直線任務是解開這個PNA的 然後這個PNA你按 如果你不知道按什麼鍵你按F1就好 他會教你哪個鍵會開什麼選單之類的 然後你解完這個呢 你就解他的這裡的一些直線了 他會送你一些 欸其實可以用的裝備 比如說這些 比主線劇情還要好一點的武器 你就先穿著用 然後繼續解主線 解到去80等 80等的時候 這邊他會出現一個直線任務是 可以去這個平原之門生成的 然後這個直線任務是去找這個 叫什麼名來著 等一下 是去找這個 異艾爾啦 然後你跟他說完話 他就會開啟右上角這個傳送門 這裡就是那個平原生成 來到生成之後呢 就先去找這個NPC與自修 他會教你怎麼做那個超越的東西啦 然後你們就學怎麼超越之類的 如果你們忘記了的話也可以按下H 他這些 教學都會有放在這裡 比如說 平原的裝備啊 超越啊 無染地獄啊之類的 然後你們就先在這裡 把這裡 這個系列的裝備做出來 就這個 模組啊 武器和 接受器 還有這個 防局這些 這些 這些都是 這個系列的裝備啦 也是方便你們後期 打本用的 然後 嗯 前面就先打這些啦 然後等到 83等的時候 會開啟這個 這個污染地獄 然後這個污染地獄呢 是拿來做這個 銀框用的 然後 接下來就是 把祖先進行推到去獵者之夜了 獵者之夜這裡 它會有一個 過渡裝備啦 就是這個博士套 我們說的 我們說的 這一個 你們去把 這三件套 做出來 然後先穿著用就好 剛剛忘記說了 那個 博士套 你就打這兩個副本 基本上 打一輪就能做完啦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然後打完後呢 你們這裡 可以找這個 金載利 它有一個直線任務 是 讓你們去這個 劇場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拿來解四轉的 也是 要來開啟那個離劇場的地方 它那個直線任務 你跟著解的話 到最後它會 給你一個新裝備 叫做觸發器的 也就是這些 這東西在後期才會碰到 但是隨便穿就好 然後它也會開啟後面這個 禮劇場 這邊就算是 大家常帶的地方 就打本場會用的地方 你們剛來到這邊的時候 是先去 打這個 蟲 蟲的那個 系列的武器 就這些 還有 去哪裏 這一系列的東西 你就先把它們 弄到去滿 然後滿的情況是 一顆大的 星星和兩個小的 星星這樣 那個 武器的話 除非你的這個 裝備等級 不夠 沒有到 150 不然其實我覺得 做到 超6就好 也就是一顆大的 和一顆小的這樣 因為它這個 超7的材料 蠻貴的 而且你 穿一陣子就要換掉 然後再來就是 把這一套打完後呢 你們可以回去 打那個 主線 把它等級到去 85等 就是這個 附上 把這些主線解完 然後 這裡還會套 新裝備是 美女 我們稱為美女 差不多 這個 呃 你們可以等多一下 它會減的話 應該 然後你們就 把你們的 博士套 換成 這一個 博士套換成 這一個防具 然後你們的那個 接收器呢 也可以換成這個 美女的 還有模組 你們之前是用那個 雷本的嘛 一顆來代替 你們也可以換成這個 美女的這個模組 來 用一下 然後 接下來 你們打到85等 忘記多少等 它會開去 那個 色域的部分 你們要回去這個 列者職業這邊 它會有一個 好像是叫迷霧的直線嘛 就跟著它的直線去 解一解 然後 解完之後呢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禮劇場 它會出現那個 色域王的 副本 我們成為海洋 然後你就可以 開始做這個 目前是最 最新的裝備 就最一線的裝備 就跟著 它的副本 去解 基本上都是 打這個 卡 這個 打這個副本 打最難的這個 這個簡單的就不打了 這個會掉幾 你們就一直去刷 把那個 他要的材料 這個 刷夠之後呢 去把 它的 裝備 東西去 超齊啦 就是這一線 然後 你們也可以打那個 如果你們 有人帶的話 也可以去打 這裡的那個 12本 打這個 色域王的 這個我忘記說了 等一下再說吧 剛剛忘記說的那個 就是這個 十二副本 它是一個 十二個人打的副本 可是也就分三 對四個人打 這樣子 然後它 不同的副本 刷的材料是不同的 好像這個 蒼蠅王 就 這個最簡單的呢 是刷這個 觸法器用的 這一線 這個系列呢 如果你懶的話 就 弄這個 紅的就好 也是隨便穿就好 然後 會換掉的 然後 這個 暴死王的話 則是刷那個 欸 它的 就同系列的武器的 超六 超七的材料 刷這個的 你們刷了之後 把它弄去超七 之類的就好 然後就能去刷這個 最新的這個 色域王啦 然後你們先打這個簡單的 藍海 我們稱為 然後這個藍海呢 是刷這個 它的防具的那個 材料啦 它的防具材料 刷這個 它的超一和超二的 然後你們刷完這個之後呢 就可以去打 這個先不要打吧 大概就這樣吧 暫時 然後你們 然後你們 主線解完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 支線物使 叫你去那個 古龍的遺跡地啦 這個地方是拿來刷那個 晶片的 晶片是 這個 來刷這個 晶片用的 然後那個也是 一打過再打 如果打不過的話 先放這也沒有關係 不過如果你們覺得太難的話 你們可以刷它簡單的 那個副本就好 就是五百和四百 它的材料也是差不多一樣的 五百四百 嗯 你們也可以刷這些啦 刷它的簡單的就好 然後還有 嗯 這些 它有分 兇夢和沒有兇夢的 你們就刷它普通的就好 不要刷這個兇夢的 這個是比較難的 然後材料也就好 那麼一點點 基本上就 這樣了 最前線 也沒有什麼新東西了 嗯 等到你們戰力 真的足夠以後呢 是可以去打那個 紅海啦 那個戰力要求偏高 然後裝燈也要蠻高的 嗯 那個紅海主要是拿來刷 那個 刷那個 超三的 防具啦 這些 然後還有這個新的觸發器這樣 還有這個新的連神 這個新連神蠻強的 可以去刷一刷這些 嗯 差不多這樣 也沒有什麼東西 啊 剛剛忘記說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 這個 你八十燈的時候會開啟 這兩個副本 不要用這邊好了 你 你會開啟這個 中熊和高熊啦 這兩個是拿來刷那個PNA材料用的 然後你八十三燈的時候會開這個熊熊樂園 熊熊樂園這個東西是一個新的PNA 它之後也會教你 就是這個 增幅系統 這東西你之後去網上查一查 或者問一下其他人怎麼動就好了 再來就是等到八十八燈的時候呢 你們會開那個 新的熊 這個 這個是目前最難的東西啦 我認為啦 這個東西也是 上網看一下怎麼打之類的 才會開這個新的增傷 這個東西超級強的 可以練就練嘛 最後跟大家說一下這個 封印者攻略網 那這裡幾乎什麼資料都有啦 如果你們有什麼不明白的東西 可以來這邊看一看 搞不好可以找到你們要的 資料之類的 或者你們有什麼實裝想看它的例會啊 也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基本上 這裡都有記錄到那些新的實裝